刚刚疫情的时候, 我觉得我是做家里仓的, 变成了咳人, 咳人我变成了无公开, 无公开又找不到工作做, 六七个月没工作, 后期无钱交租, 后来睡街, 睡了长沙环公园, 在那儿认识了Amy, 和我祈祷,关心我, 在这儿,Amy不是真的帮到我的, 只是信主耶稣和我祈祷, 那不太实质, 有一次问我, 其实你想要什么呢? 我说不要说什么, 我现在申请了两三元, 你基本起码给我什么东西吃, 然后他说你想吃, 他说申请食物那些东西, 我先说这是什么来的, 我都未听过, 我只知道社署有信物银行, 然后他说不是的, 我们教会是有这回事的, 你有需要的可以跟我们教会申请, 我又没有信耶稣那些东西, 我说会不会不理我的, 他说不会的, 他今天是看你的情况, 上星期我找了一份出现金的仓务来的, 东仓, 因为入到窗里面, 就有很多小型的仓务一心, 可能自己健康不行, 因为我想再回去尝试再试多一次, 那些师父那些师兄教我, 就说一些饼仔, 面包蛋糕仔, 你一感觉都凍的时候, 就拿了一点儿来吃, 我未认这个教友之前, 没有听耶稣, 一说就走, 叫做先生, 说什么山都走, 那些人是很难的, 那些人现在他跟我说, 你有什么要祈祷, 你需要什么东西, 你说, 你想要的东西你终于讲, 一个星期左右, 他说我帮你申请了, 我说你能拿, 你能拿, 你能拿, 你不用钱, 你能拿, 我说是, 那你怎样, 你计得这么快, 一面呢